有時候我們做人 千萬不要以貌取人 瑞德哥 你不要看我瘦瘦弱弱 我告訴你 我有時候很強的 我們看泰國的女人就非常強大 對 泰國女人我相信 但你我絕對不相信 這個其實是馬來西亞的一個 泰拳的一個 等於說選手就對了 那麼事實上這個故事是 兩個機車大道 兩個男的 他們就騎著機車 然後到處看有沒有女孩子 就背著皮包或怎麼樣 在尋找下手的對象 結果他們看到這個女性 長得漂漂亮亮的 在坐在車子裡面 然後開了車子來 要準備開車 準備下車了對不對 停好車了 下來以後一個人馬上衝進來 馬上要搶她的皮包 你看她要撐皮包 她以為可以得逞對不對 這麼瘦弱 對 沒錯 她跟她拉來一下 不要惹老娘 對 沒錯 後面的那個同仁說奇怪 你在搞什麼鬼 搶個皮包那麼久 然後也進來 你知道嗎 也進來了以後 她想說怎麼這樣… 然後就拖著她的同仁 趕快落荒而逃 對 你注意看 注意看 沒錯 一般婦女 這是一般婦女被承受到的反應 我還讓你有機會可以逃 但是她立刻 用她自己的膝蓋對不對 用她的腿直接就頂了 直接就側踢 然後直接就攻擊她了 把她打得 吸擊她 你可以發現說 她被打了這幾下以後 身體受到非常大的傷害 沒有錯 為什麼她可以這樣辦到 因為很簡單 她是泰拳的選手 泰拳其實除了一般拳擊的 所謂的拳頭之外對不對 很注重她的踢 她的踢非常的重要 也非常的厲害 各位 可能沒有幾個人 曾經跟泰拳的選手交鎖過 我曾經跟他們交鎖過 因為我們在特種部隊的時候 有個學弟是學泰拳的 進來以後 你知道特種部隊的訓練 就是由學長負責K學弟 你知道嗎 K了以後 輪流車輪戰把他K了以後 你就會變得很厲害 所以我是其中一個 跟他對打 對打了以後 結果他竟然一掃 把我的腳差點掃斷 我們畫面上這個 其實是另外一個菲律賓的 泰拳選手 他在踢這個樹叫香蕉樹 你注意看 他只用腳 就把這顆香蕉樹給踢斷 輕輕鬆鬆的 你會覺得說 不就一顆樹 哪有什麼 我告訴各位就是 香蕉樹它的外皮 外皮可以摸起來 光滑光滑的對不對 其實它非常的堅嫩 堅嫩的意思就是 你非常不容易把它給踢斷 對 而它幾下就可以把這個 香蕉樹給踢斷 因為那是有韌性的 對 很韌性的話 就是你踢你踢你踢 可是它很硬 然後非常堅韌 可是兩下就斷 對 為什麼它可以辦到 事實上這個是 等於說 泰拳的拳王叫波球 那麼它自己本身 因為菲律賓有很多 東南亞有很多 類似的香蕉樹 所以他們都拿它來取代 取代相關的沙包 一般是練沙包 所以它用來取代 你看他們泰拳在打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只要被它掃中了以後 其實就是倒地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我的腿都斷 我曾經被掃到一腿對不對 我的腳都覺得 我的腳快要斷掉了 你只要被它踢到的話 拳頭打到 還不會有那麼大的傷害 但是只要被那個腳 這樣一掃到 馬上就倒地 對 沒有錯 那個威力非常非常的大 你說威力大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做一個比方好了 美國不是有一個美式足球 四分位對不對 算很厲害了吧 那麼它的力道大概是 踢到的力道 大概是200磅左右 200磅說很厲害了 200磅如果打到我們的臉 我們大概會都倒地分泌 真的 牙齒都掉 好 那我們說 踢足球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黃金左腳色棉 黃金右腳 黃金左腳色門 對不對 對 這個力道大概是250磅 也是很硬就對了 再多一些上去 好 那這個如果你們要概念的話 我們就講打棒球的那個球棒 對 那個球棒 要把一根這個球棒給弄斷 對不對 大概是需要700 大概740磅左右 那個力道 很難喔 對 好 就做一個實驗 什麼實驗呢 就找來一個拳王 找來一個泰拳的一個 也是拳王 找來他以後 這個菲律賓拳王找來以後 讓他嘗試看看 有沒有人類史上第一次 用球棒來做實驗 能不能把它給踢斷 這很危險 因為不小心可能會傷害 對 你注意看 他一踢斷了 你知道嗎 我剛剛說過 要740磅的力道 對不對 他這一腳 事實上 他後來見過撤的結果 是790磅左右 他就把這個球棒給踢斷 各位千萬不要拿自己去試 你知道嗎 那可能斷的是你的腳 千萬不要開始 他有練過的 他很厲害的 好 他後來就把這個球棒 改加力道到蜂木 為什麼 蜂木硬度更高 更硬大概4%左右 比球棒還硬 那個大概是800磅才能踢斷 比740磅才能踢斷 還要硬就對了 那一踢的結果還是斷了 還會斷 這一次蜂木800磅對不對 他踢的整體的力道 竟然超過1000磅 那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如果這個1000磅力道的腿 是掃到你身上的任何一個部位 通常會掃到的是 我們的大小腿對不對 他們通常你會發現 他們是打大 踢大腿對不對 那你的腿腫起來以後 影響你血流的速度 血流速度會影響你整個人 連思考連大腦衝動血 你全部都會影響到 如果萬一攻擊上面的話 踢到頭的話 你想能夠不KO嗎 對 我真的要去跟大馬那個女生一樣 學西級也這麼厲害 如果在這個非洲國家的話 他們其實身強體壯 其實常常也是要持續的鍛鍊 可是非洲這個國家 沒有什麼地方 也沒有健身房 平常他們怎麼鍛鍊 對 我覺得你看到他們 你真的會覺得很慚愧 因為我們每次運動都會找很多借口 今天心情不好 今天好累喔 今天什麼下雨 健身房很期待人 也不行 都不想去對不對 但是你看 我們這個佳娜的這個小夥子 今天才25歲 他的身材 你看 斑塊肌 這才是真的所謂的小鮮肉 我看到這口水快滴下來了 沒有啦 開玩笑 但是你知道 大家看到這個身材 已經覺得說 他一定是花什麼高檔的課程 去高檔的健身房 前健身 或者有什麼牛逼的健身教練 去逼他做一個課程 大家都誤會了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他到底是用什麼來健身 你看到沒有 這就是他所謂的自製健身房 DIY健身房 他就是非常簡單 你看他的器材非常簡陋 就是拿這種廢棄的 這個車子上面的一個金屬材料 譬如說輪胎 有沒有 鋼鐵 他來做他的自製的健身器具 譬如說做些什麼槓鈴 養鈴 養鈴 對不對 其實他就據這個記者報導說 他有兩間自己自製DIY的健身房 而且每間這個器材都不太一樣 所以他不但自己健身 有這種健美的身材 還有呼朋以外 找他的朋友來 大家一起來健身 我自己做的健身房 對 不用錢 真的 我們真的是很慚愧 你看人家都可以這樣子 練出這樣的身材 就地取材來做 除了這個佳納小夥子 我們覺得讓人家嘖嘖稱奇之外 你知道要練出身材 就告訴我們 其實就地取材 你不用花很昂貴的課程去 只要有心人人 都可以有健美的身材 沒錯 我們現在來看 有另外一個法國的 我們常說法國都覺得這些男子 好浪漫的城市 對 而且他們的打扮都很Fashion 有沒有 很有品味 我告訴你 就連街友也很Fashion 街友 街友在路邊的街友 我看看 你不要小看這位大叔 這位大叔叫雅各 今年已經51歲了 等一下你跟我說這個肌肉男 是一個街友 而且他51歲了 有的網友說他的外型 有點像西利哥 但是西利哥瘦瘦的 人家也是街友大叔 也是練成了八塊肌 但是我跟你講 他也是非常厲害 他也不是去 他當然是街友 他沒有什麼錢去健身房 當然 人家也是就地取材 我們看他怎麼樣健身的 你看走到了這個路上 你看就立刻拿起街燈旁邊 那個器具 就自己做起了這樣子 這是路燈 觀眾朋友 剛剛那個是路燈 對 然後你看 自己的身材覺得很滿意 還有這個玻璃照一照 你看他自己也帶了一個繩子 看到了這路邊的欄杆 他現在要幹什麼 也做起了拉筋的動作 可以做伸展 對啊 你看 所以他的身材 完全都是就地取材 完全都是靠這個馬路上的 這些東西自己來做 整個城市都是他的健身房 聰哥 接下來這個畫面 我覺得有點驚熟 石斑魚 石斑魚怎麼嘴巴一睜開 這麼恐怖 我們都認為說 漁夫在海裡面 他最怕什麼魚 你一定想到說 一定是鯊魚對不對 就沒有 漁夫會跟你說 我問魚 沒有…漁夫最怕是石斑魚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看這個畫面 一個漁夫潛到海水裡面 你看他這個 好不容易打到一條魚對不對 你看他在那邊尋找的時候 打到一條魚 結果沒想到 第一次的時候 就有一個石斑魚跑出來 他看到石斑魚的時候嚇一跳 如果大家有聽到畫面的話 他在那邊 在那邊好像在罵石斑魚 結果第二次 那個石斑魚又跳出來了 這個打到魚的時候 石斑魚又跳出來 跳出來的時候 這一次石斑魚就咬了他的魚 後來第三次你知道嗎 第三次的時候 這個石斑魚就真正咬著他的魚 而且拖著 你看現在這個畫面開始 這個所謂的漁夫被他拖著走 你知道嗎 天啊 被拖著走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那邊 如果大家聽到聲音 他一直在那邊罵 可能罵這個石斑魚的祖宗十八蛋 他爸爸都罵出來了 那個狡猾的石斑魚 我好快抓到魚 都被你抓走 拖著他前進 結果你知道他後來 因為石斑魚在咬著這個 他想要掙脫你知道 他後來 你知道這個線 是用鋼絲做成的 他甚至一轉身的時候 就把他鋼絲給弄斷了 所以你就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石斑魚 斷了 對 你就知道石斑魚在海底面 是多厲害的一個魚類 另外他不只是 非常的凶狠之外 你知道他什麼魚都能夠吃 有很多所謂的漁夫都說 他是海裡面的小偷 這畫面是什麼 其實有一個漁夫 他在這邊打魚的時候 他突然釣了一隻小的鯊魚 小的鯊魚 大概一公尺多的這個鯊魚 可是你看 那個鯊魚被他釣到之後 後來那個鯊魚在那邊掙脫 後來就掙脫 掙脫走的時候 那個鯊魚好像要離開的時候 突然就有另外一隻魚 張開嘴把它給吃下來了 枕在旁邊 對 就把它吃掉 那是什麼 影視石斑 這個鯊魚是1公尺多對不對 我們看到後來吃掉 這個鯊魚的影視石斑 是2公尺多的影視石斑 然後它的體重有300多公斤 這麼大的石斑魚 然後就把它吃掉 吃掉的時候 人家就研究說 難道這個石斑魚會吃鯊魚 其實不是 它只會吃這個小紅蟳 為什麼它會吃這個 因為很好 很簡單就可以吃到 因為你一釣到了 就在我面前 我還不去吃 我不傻子 嘴一張開就把它吃掉了 因為這個小偷 對 事實上這個石斑魚 真的在海裡面 還真的沒有什麼太多的天敵 但它最大的天敵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什麼 就是我們人類 因為人類很喜歡 有些人喜歡吃石斑 對 因為石斑是好的魚 好吃 對 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我們2014年的時候 在我們墾丁的後碧湖地區 很多遊客在那邊潛水的時候 都發現到有一隻石斑魚 對 非常漂亮 這個點帶石斑魚 很漂亮 這個大概有一公尺長的 這個點帶石斑魚 這個點帶石斑魚 找到這樣子的話 應該三到四年 才能找到這麼大隻 很多人掉下去 在那邊游泳的時候 都覺得這好漂亮 所以這個所謂的 我們潛水協會 就把它選為是2014年的 最漂亮的一隻魚 甚至在這個月曆上面 都把這隻魚弄上去了 結果後來最近很多潛水客 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 我發現 對 找不到他的蹤跡 不然跑到哪裡去了 後來這邊就有人傳說說 好像被這個饕客給吃了 因為這個魚找到這麼 石斑魚找到這麼大隻 其實是很少見的 所以好像就是有不肖業者 就是有人點菜說 他要吃這隻石斑魚 然後就有三四個漁夫下去 把他給抓到魚之後 把他抓上來 你知道嗎 這隻魚也一公尺多 如果用現在一台金 大概是200塊來算的話 這一隻魚至少值 新台幣1萬塊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說其實這些 很美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在海裡面 漁夫最怕石斑魚 但是在海上面的話 人類是最喜歡吃石斑魚 對 大家拼命不過 就覺得又鮮又美 等一下休息一下 不要瞧不起小生物 不要瞧不起小動物 不要瞧不起螞蟻 我告訴你接下來看 這一隻螞蟻非常的可怕 他咬你那麼一口 你就好像被子彈串過一樣痛 馬上回來